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7年被案例成为马赛诸塞州中部本安普斯顿城一间宫礼会的牧师 1734年12月 爱德华兹讲了一系列阴性称义的信息 力劝罪人尽快逃避神的震怒 他的讲道带来教会和北安普顿城的复兴 这一年超过300人决职信主 2023年2月8日开始 美国阿斯伯利大学出现持续两周的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赞美敬拜 这起事件经由社群媒体以及一些基督教媒体的网络报道 迅速引发全美乃至全球各地的广泛关注 因为史上阿斯伯利大学有数次复兴记录 因此这一事件被称为2023阿斯伯利属灵复兴 关于宗教方面 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 大家也听说过宗教的历史 那我们作为一个学习者 我们也今天重新温习一下一些人物历史事件 比如说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他是1483年到1546年 在宗教改革前夕内 罗马天主教出现了许多的一些黑暗 那教皇被认为是基督的代表绝对权威 演变为后来的教皇的无误论 崇拜玛利亚 向玛利亚和圣徒祷告 拜圣像 敬拜圣母 违反圣经的这些告示 炼狱等错误的教义 尤其是不可理议的是 这个大买卖这些卷 所以民众不准拥有圣经 也不能读圣经 所以教廷独占了圣经 所以总而言之 这些事件也成为一个被人们永远记载 和去了解如何在宗教方面 让大家有一个真正的与神连接这样的过程 比如说 1517年10月31日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会 侧门切出他著名的反对赎罪券买卖的95条论纲 那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炬 所以呢 有很多 大家这里面能够听到 也会在别的地方读到的一些宗教改革方面的 比如说 加尔文以基督教原理为标志的改革 宗神学 他讲到 他圣经的注释 他所变的日内瓦学院 以及对日内瓦城市的有效的治理 使他发挥了超人想象的影响力 对西方社会 所谓基督教文明 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总而言之 宗教改革确实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积极的方面 也为人们重新思考 如何去把信仰作为一个我们精神上的一个明灯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主要是也是围绕着宗教的改革和历史进程 那也请Grace给我们 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Grace Song 还有和Dowson 和我一起来分享这个教会属灵的复习 今天节目很开心 邀请到Grace、Dowson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也看到在Grace Song、Dowson还有我 在人生的经历中 其实我们是都是被神所大大的祝福的 那也请Grace、Dowson和我 我们三个人来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的信仰经历 好 先Grace先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 今天的主题就是教会复兴 其实在我自己个人眼目过会 然后也在教会里面也是能够有一些服饰 但是我以前记得我最渴望的最渴慕的就是 教会的大复兴 那当教会大复兴 是什么是大复兴呢 就是希望很多人都能够被上帝祝福 被上帝得着 很多人的生命呢 应该是上帝得到最大最大的祝福在里面 所以每次有时候我走在街上 看到一些流浪汉 或是看到一些生活很困苦的人 或是一些小朋友 然后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 就是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就会思想到耶稣 他当初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带着那些门徒 他甚至无饼二语 他让那些人经历到神的爱 经历到神的祝福 那我自己个人当在生命当中 也经历到很多神的神迹 但是我觉得教会今天 其实需要回复到以前 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的那种复兴理念 对 这是我个人最近有感到发的 对 实际上 Grace说这个 就是有一些专业性 确实是需要大家去研究 因为Jennifer 她也是在来美国之前 都已经信主了 来美国之前 我也就是看到人家读圣经 我也在问这是什么 那后来发现实际上基督教文明 它也是经历了一些黑暗 那我们今天的谈复兴 也就是因为有它 就是也有一个低潮 也就是说宗教也不是完美的 宗教它是一个人的行为 那神和人的区别 就是神是一个我们去追随的 那人在追随过程当中 形成了这些行为 还有这些人群 就我们讲的教会是神的家 那我们人是神的身体 所谓的身体就是说 我们是组成神 这样教义和上帝 就是这些概念 都是因着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存在 让神做一个完美的 所以通过这些学习 这也就是说教会的发展 也是根据这些概念 比如说大家经常问的就是 那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呢 总体来说是一个 但是呢 仔细研究一下 比如说天主教 他神父是不允许结婚的 那基督教就是普通的 这个我们讲的 就是狭窄的概念 就是可以结婚嘛 牧师 那天主教就是 不能让普通的信徒读圣经 是由神父来读 另外呢 天主教呢 认为圣母玛利亚是上帝 耶稣呢 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 那普通的基督教呢 就是他的含义就是 耶稣也是上帝 那圣经呢 普通的基督徒也可以读 所以这也是 一个是宗教本身 有复兴改革啊 还有各个派别 看法也不一样 那就请Jennifer也分享一下 她对于教会复兴的这样的一些看法 今天呢 就是讲这个主题是教会复兴 我就想起来 我在来美国之前 在大陆的时候呢 信主的经历 我想十几年前了 我想我信主的经历 其实就是教会复兴的 带来的结果 那应该 在这十几年 二十年前呢 其实基督教在 亚洲有一个大复兴 是从韩国开始的 那这个 从韩国为中心呢 它又从东亚往外扩散 那当时我所在的大连呢 离韩国很近 大概飞机的时间呢 就是一个小时 那我们教会的牧师呢 是韩国人 他会讲中文的 这是在新加坡的神学院毕业的 后来他离开了以后呢 他又去到别的地方牧会 我们又来了一个牧师 他是显族人 虽然是中国人 他是显族人 他是在韩国的神学院读的 然后又到新加坡的神学院 进修之后 神给了他的这个意念是 他要来这个中国大陆 创福音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很幸运的是说 我信主的经历 完全是 是因为教会复兴 耶稣基督真的是 他把 他不仅 他在 在世界各地的复兴 他把他 二十年前 十五年 二十年前的这个复兴 放到了那个亚洲 放到了东亚 从东亚开始 包括韩国教会 日本教会 那我呢 就是在 很幸运是在教会复兴的当中 过程当中呢 有幸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所以感谢神 对啊 像那个Jennifer 我还有Grace 我想我们都是理性的信主的 但是并不是说 理性非理性 并不是一个 就是 大家想象那种 我说这个理性 就是大家去经过逻辑 推理 去经历 那有的人 就比如说 那我叫道森 大家呢 没有见过我的人 听别人说了 他也相信有这么个人 但是呢 如果就是我 没有见过这个人 他也没见过我 但中间有人提起过我 那他说我不信 这是可能的 但很多人呢 就是没有见过这个事情 也没有听到过 那他也相信 这个呢 就是 这也就是一个 这个鉴别人 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一个方式 倒不是说对和错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他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教会的改革 这些复兴 它的一个标志 就是让普通的人能更接近 比如说各个族裔 他们的理解不一样 那怎么和当地的人 做一个比较 我们叫宗教生活化 那生活呢 在有一些宗教的方面 也算一个道德教育 所以我是从我个人的经历上 我感觉呢 就是说 尤其是在美国 他没有道德课 因为他是数理化这些 学完了以后 他也没有说如何 去专门有一个道德课 那他呢 就是很多人 有60%的美国人 都是去教会嘛 那这样呢 就是我想 教育改革 让社会 让每一个家庭 他把宗教 实际上 有一种精神上的食粮 那你觉得呢 Gris 你说 你个人觉得改革 在哪方面 对你个人有影响 其实我自己 部会这么多年 然后 也在教会 生活这么多年 但是 我曾经为了追求复兴 我到美国的 Pensacola 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 很特别是一个牧师 唐牧师问我说 那时候我在纽约 他问我说 你要不要去开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大复兴 一大早六点 就有人拿着帐红 在教会门口等 然后一直到 等到下午的五六点 教会要开门聚会 你知道那时候 大排长龙 而且不是排一排 是排大概两排到三排 一直排到好几街去了 然后那时候 我们就是期待着 每一天的聚会 我那时候去那边 Pensacola去了一个礼拜 然后 我觉得那个教会很特别是 他把最好的位置 留给那些 等候多时的弟兄姐妹 然后最旁边的就是 可能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坐在那里 可是呢 这些大排长龙的弟兄姐妹 就坐中间 坐最好的位置 那那个教会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的厕所超干净 就像那个hotel 你知道 那个五星级饭店的厕所 超干净的 那我发现 一个教会叫大复兴的时候 其实他 他从里从外 他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而且让人家觉得 非常特别是 圣灵的工作会在里面 而且人会不自主的 就想要去聚会 然后很奇妙的是 到那个Pensicola的 那个教会的 很多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徒 不只是当地在 那个Florida州的那些 弟兄姐妹 还包括了来自以色列 来自英国 法国 其他的人来 在那里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牧师很特别 他每天只讲一则信息 叫做悔改 每天一样的信息 一样的主题 但是呢 却让很多人很多人 非常的感动 特别是年轻人 很多青少年就在那边 愿意受洗 这是我看见的是 一个复兴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说 其实格尔斯分享这个 其实是教会复兴的特征 是不是 对 他就会有这种特征表现出来 比如说晚上下午还开门 早上就有人在 已经在早早的等候 那一定是这个教会 他复兴 他有一个特别 特别特别的吸引着这些会中 是会中们就说 可以放弃好多东西 而单单的就来仰慕这里 单单想要进到神的家 神的殿 早早的来 早早的准备好自己的身和心 这是教会有复兴的一个特征 对不对 因为那个Jennifer 说从外面看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不可能 就是像那些历史学家一样 去把所有的书籍都翻遍 但是我们 大家可能都去过欧洲 你像 我有最近去过像意大利 法国 这些地方 那他们 有很多的教堂 特别的漂亮 包括巴黎圣母院 这些景点 现在为什么变成景点了 有时候 因为他就是在教会 整个整个这个 怎么讲 他就是说 从人们的需求角度 他们对那种 有一点 就是封锁人的这个 让人的思想紧固的那种方式 大家就不太容易接受 所以呢 大家就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把艺术作为一种追求 就有一点像是逆反心理一样的 所以在欧洲呢 中间有文艺复兴 很长一段时间 就对教会是一种反抗吧 也就是说 所以现在可以看出历史的 走到现在 有很多教会都成为一个景点 但是大家的心目当中 对于精神上的追求 还是没有变 那我还想分享一些 其实教会复兴的一个体验 那我信主初始的时候 我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 我们没有教他 没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 我们的教会呢 就是在哪个弟兄或姐妹的家 固定在哪个弟兄或姐妹的家 但是我们在那里呢 那是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 多到后来他们家就已经坐不下了 那还好 这个姐妹呢 她是来自台湾 她的先生呢 她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认得她先生 所以她先生在中国工作 她就跟着她先生来到中国了 那还好 感谢神 神给他们丰富的供应 她先生是在日本的住海外的公司 那薪水也比较好 所以他们为了 他们只有一个小孩 只有三口人 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弟兄姐妹来 他们就去租了一个更大的房子 来供应这些弟兄姐妹 然后我们在那里 沟通交流 学习 查经 祷告 还有分享 每一周有一次 分享我们这一周的经历 也感谢神 所以我们觉得 我觉得是说 我们虽然没有像欧洲 那么漂亮 辉煌的教堂 所以我现在在理解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去教堂 我们是在教会 教堂只是建筑物 教会呢 是一群爱神的人 因为神 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人 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我就理解的教会 就是我们基督徒是 叫教会生活化 生活基督化 因为Grace谈到这个 就是关于教会和信仰 这些关系 因为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教会呢 相当于神的家 那神呢 是看不到 摸不到 但是呢 通过就是教会 让我们能看到 体会到神的存在 也就是说 中国人也经常提到 就是三尺之内有神明 就是敬天敬地 那 头上三尺有神明 对 头上三尺 那上养嘛 所以神是在上面的 对 所以有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所以这个教会的成长 经历过这些过程 它不是被少数人 垄断 封锁 而是说希望大家能够体会 实际上人身体这一块呢 它是无知的 它只是一个自然的一块 那人的心理反应 也是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真正呢 人的灵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既神秘 又大家都在追求的 比如说大家都追求爱 都追求那些 就是我们讲的美德 那这些东西虽然看不到 但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 善良啊 爱啊 美啊 这些原始的这些符号 实际上呢 它都跟神明有直接的关系 你说是吧 Grease 对 其实教会复兴还有一个很大特点 除了人会可慕神以外 其实你知道我曾经也在纽约 有一个现在叫做会慕 中文叫做会慕教会 很特别是刚好那牧师也带领我 去参加一个祷告会 他的祷告会是礼拜三的下午三点 可是我去的时候 其实已经算有点早 你知道吗 那个教会的祷告会是排队 也是排了好几节 而且是排三排 然后进去的时候 因为人太多 大家都渴慕 那祷告会 所以那个教会就发 一个人一张卡片 明信片就写 上面谁要需要带导什么 带导什么 然后就发给每一个人 然后我就发现在那个祷告会 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那个每个基督徒的祷告起来 就像海浪一样 非常的蓬勃 而且那个浪 不间断 对 不间断 像浪的声音 像海浪的声音 这是很震撼我的心 很震撼我 让我感受到原来 祷告徒每个人这样子爱神 被神大复兴的那个力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更奇妙的是 那个会幕教会以前 在布鲁克林区 是那个区是非常糟糕的区 而且有很多妓女啊 很多不好的 可是呢 现在那里却成为一个商业区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商业区 富人区在那里 所以其实教会复兴不只是 会带给旧徒很大的更新 也会带给整个社会 很大的改变 还有带起整个国家 社会的经济的提升 这是我发现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Grace还当时好像想 那神呢 是会一次次兴起 对教会的复兴 那么作为我们现今的教会 如何来面临和迎接 神要给我们的教会的大复兴呢 Grace问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都在关心 因为生活 现在就是科技发展了嘛 人们都可以在家了 但是人的孤独感还是解决不了 因为即使是再发达 网络再发达 人还需要面对面的 就是说可能教会 因为有这些 就是人工智能这些科技进步 可能人和人之间的接触 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接触 是一个天然的 不可分割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教会 还是需要人与人的接触 好 做结尾吧 那Grace和Jennifer 她们已经分享了这么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一定感觉到 我们在被神使用 因为在教会复兴这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 或者是我们可以为上帝所用 就是说我们把上帝的爱 传给每一个人 希望大家也通过我们能有所收获 那我们也感谢Grace能够通过她 通过也通过Jennifer和我 把神的爱传给每一个人 希望大家和我们以后继续来传播神的爱 今天的演播厅呢 其实观众朋友们有看是很特别 因为再过十几天就是圣诞节 圣诞节在我们熟师的眼里 觉得只是个节日 在我们基督徒的眼里 是个非常非常神圣的日子 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 所以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 再过十几天来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 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给观众 不同的回响和鼓励 我们一起加油 在我们电视的视频当中呢 有我们节目的捐款账号 在此呢 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对我们的节目 多加支持鼓励和赞助 非常谢谢你们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下次再见 鸡家哈秀 请不吝点赞助